去年12月24日圣诞夜晚上 本分局接获民众报案 亲人疑似上网应征工作 遭到诈骗集团拘禁在本辖万里区 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 发现该集团已转移据点到淡水地区某汽车旅馆 随即集结警力于25日上午 在该汽车旅馆救出两名被害人 逮捕胡贤等5名 现场起获金融卡存付 账款18000余元 毒品吸食器及安非他命等 本分局复报请基隆地检署 陈宜英检察官指挥侦办 向上溯源于今年1月3日 在居体集团成员陈贤李贤 1月5日查获核心干部林贤道案 共拘捕范贤8名 其中于胡两名犯贤生压获准 本案将以诈欺施行拘禁 妨碍自由移送 本分局呼吁民众 网络求职要小心 事先提供金融账户 或标榜办金融账户赚大钱 就是诈骗伎俩 千万不要相信 网络求职要小心 农务不赢 公文不赢 扑脂 证万有限 其中于 上网络务不赢 ショップ 上网络务不赢